毛小孩是我们的家庭成员 当然希望他们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因此宠物的饮食状况 也是四主们相当重视的 不过目前市面上宠物食品的品质 层次不齐 导致越来越多毛小孩罹患文明病 到底该怎么办呢 今天生活百分百 就要对大家去认识一个宠物食品品牌 让毛小孩吃得安心又健康 推着毛孩逛街 送宝贝去SPA美容 或是跟着喵心人 度过慵懒的午后时光 食食宠物在我们的生活中比重增加 每天需要的饲料 就成为主要的消耗品 但面对市面上的饲料种类繁多 成分及配方也各不相同 要怎么挑选 听听专家怎么说 其实我们挑选饲料的时候 主要也会说 因为像外国饲料很多 那我们就可以 他挑选饲料的时候 如果说不晓得成分怎么看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找 就是有WTDJ推荐的 对 或是说 看你家的狗的状况 还有年纪 因为如果能挑选 就是说 他有照生命周期阶段 来分类的话 他这个年龄层 他有添加一些什么 适合他的东西 例如说老选的话 可能就会添加葡萄档案 那首领帽的部分也会 那幼选的话 就会添加DHA 对 增加他的脑部发展 之类这样的东西去注意 购买饲料时 除了了解毛孩的营养需求之外 最重要的是要详阅产品成分讯息 做出正确的选择 才可以吃饱宠物时的健康 当初我们选他的另外一个是 它是Gram Free 它没有玉米饲料 那因为我在挑狗饲料的时候 我会尽量避掉 就是有玉米骨类的 因为有太多的 那个基因改造的玉米 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会避掉它 我们现在换的这个饲料里面 它有鲑鱼油 有一些天然油脂 对于它们的健康是比较好 所以在挑选饲料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去挑类似有这样子组合的 然后让它们做主要的 那个营养的摄取来源这样子 刚人养回来它好丑喔 它很挑嘴喔 之前吃的它都不适应耶 后来吃这边的产品啊 它改善好多耶 毛也都漂亮的 整个毛都好漂亮啊 你看 双双变得好漂亮 爱毛孩的饲主们 为了给宝贝补充最好的营养 做足功课挑选好的饲料 仔细观察它们的健康变化 但究竟是什么样的优质饲料 选受消费者一致推荐呢 我们的品牌是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那它是WGJ连去17年 全品项被推荐的 我们第一组成分都是新鲜肉类 那我们还有提供 就是每一个生命阶段 帮它们特调的 它们营养需求的配方这样 猫的部分我们有全方位系列 跟Core五股系列 那五股系列我们提供了 75%到85%的高蛋白肉类蛋白质 那除了此之外 我们还有提供三重蔓越莓配方 可以照护猫咪的泌尿道健康 那狗狗的部分的话 我们有添加保障含量的活性益生菌 那活性益生菌可以提升它的免疫系统 然后照护它们肠道健康 那此外我们还有提供葡萄糖胺跟软骨素 可以照顾它们的骨骼强壮 作为天然凉的领导品牌 第一组成分皆选用新鲜肉类 无添加像是内脏 骨头 血管之类没有养分的副产品 另外加上它们拥有Digital Tour的技术 可以提高宠物的消化率 促进养分的吸收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颗粒大小 像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成犬的 它颗粒比较大 那这边是小型犬 它颗粒比较小 那猫咪的话相对的是 它是小颗粒的 那我们狗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用三角形的颗粒 那颗粒为什么会用三角形的原因 是因为它们可以做咀嚼 然后去除它们的鸭节 是因为狗狗还是需要去做咀嚼的动作 那至于猫咪的部分 因为它们通常比较会去吞食 所以我们会推荐就是小颗粒的这个部分 这个来自美国天然宠物食品品牌 从原料的取得 生产到制造完成的每一个步骤环节 都经过严谨的品质控管 并通过第三方的安全检测 确诊与包装上标示的营养成分是一致的 而产品原装进口到台湾后 皆存放在恒温的环境 确保品质安全 营养不流失 我们集团在2012年香港成立 那在2014年的时候在台湾指点 那主要的核心业务是带领宠物的商品 及它的用品 我们希望是挖掘在全世界挖掘 最优质的宠物用品及商品 然后将它引进于台湾 香港甚至是中国大陆市场 它们是一群年轻活泼的团队 工资也让员工可以带自己的宠物上班 期望以爱护动物的心 开发更多对盲孩健康有益的产品 在未来我们自立于发展为 宠物界的百货公司 借由不间断的代理全方位的优质商品 那希望将跟消费者不间断的沟通 跟互动提供宠物 这是最优质的商品 还要提供它们正确的资讯 盲小孩就像家人一样 分享我们的日常点滴 有了他们的陪伴 生活就有了温度 因此为了宠物的健康 相信只要提供均衡的营养 加上爱与关怀 就可以为宝贝创造优质的生活 让它们健康常伴在我们身旁